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寶可夢大集結裡面的持有物 到底該怎麼帶呢 這邊持有物在對戰準備 這裡可以裝備 這個裝備有點像是其他的天賦 或是這個符文會增加一些些的能力 那每隻寶可夢該帶什麼樣的持有物呢 他這邊的攻擊跟特攻又是指什麼 那首先呢 我們先照順序 慢慢的往下看各個持有物的功能哦 像這個貝殼這裡呢 特攻增加然後等待時間減少 這邊就是你的技能的冷卻時間啦 那在這裡其實可以看他的這個升級效果 這邊呢 1跟10級跟20級會有額外的能力加成 啊這個回血量會回的比較多 啊這邊裝備就最高到20級了 所以這個要慢慢的升上去 再次博士眼鏡看增加特攻 那特攻到底是加到什麼身上呢 像路卡列歐烈爾路撒卡比獸 這類看起來比較像是物理攻擊型的角色 他的特攻有效嗎 後來測試一下呢 這邊還是有分物理攻擊型的 還有特殊攻擊型的寶可夢 那這邊物攻的呢 這邊是傑拉奧拉 噴火龍閃焰王牌 炎電極蟹 烈爾路撒怪力 然後卡比獸 阿博索魯 路卡利歐 有忍蛙還有烈劍鵲 這幾隻呢都是吃物理攻擊型的 不管是他的招式或是普通攻擊 都是物理攻擊提升 他的傷害值就會提升 那其他呢 則是全部都是吃特攻的 不過特攻型的寶可夢呢 他的普攻呢還是物理攻擊 但他普攻 N次之後有一個特殊攻擊 這個還是會看特殊攻擊傷害的 所以要先確認你玩的寶可夢呢 是物理攻擊還是特攻的類型 然後再選擇你的裝備去搭配 那下一個呢是晉級眼鏡 這邊是得分之後呢 會提高特攻 我自己測試過 這個提高效果有一個上限 大概是六次 以實際為例呢 這邊特攻疊六成之後 疊滿之後呢 可以得到72的特攻 那提高氣勢的特攻傷害到底加多少 我自己測試的是 以梗鬼的招式為例呢 原本沒有疊的話 有一招招式是777 疊滿之後呢是835 他的極限傷害差了58 哦 所以並不是一個特攻就加一點的傷害 招式傷害應該是特攻 然後再乘以特定招式的趴數 去得到他最後的傷害值的 這個就是類似遊戲中的疊刀 或是疊書 只要得分就可以慢慢疊加上去的 再來是烈量頭戴 他增加的是普攻的攻擊 還會增加攻擊速度 這個就適合依賴普攻的寶可夢 像是烈爾露莎拉 或是這個閃燕王牌 再來是焦點鏡 可以增加集中要害率 還有集中要害率的增傷 也就是暴擊率跟暴擊傷害啦 那每次寶可夢應該都有一個基礎的暴擊率 可能是5%之類的 但有些寶可夢呢 他的招式或他的特性會增加暴擊的 像是阿伯梭魯 再來就是吃撐的東西 這個就回血的 這個效果應該蠻明顯的 那就適合一些坦克類型的 然後拖戰之後還可以快速的回血 再來是學習裝置 他基本能力可以加 HP還有移動速度 這就很適合輔助類型 或是坦克值的也可以裝 他的能力呢 是當你的經驗值是最低的時候呢 你會慢慢增加經驗值 但是你跟隊友一起打寶可夢的時候呢 呃你自己不會得到經驗值 也就是說犧牲你自己經驗值 然後把經驗值 呃分給你的隊友 然後呢你會透過自然提升的去慢慢累積 隊友的總體經驗值量會提升 啊冰經驗值在這邊就是強度的一個代表 再是氣勢頭戴 你會增加防禦力 那血量偏低的時候呢 會高速的回血 那這個應該是有一個冷卻時間嗎 沒有特別血 那這就很適合炎電巨蟹這類的 呃增加防禦力 然後他的防禦又可以轉變成攻擊這種類型 然後各種坦克也是啊輔助也都可以 這就是偏輔助跟坦克用的 但如果你是輸出型的角色 但就怕死的話也是可以裝 所以這邊現在物其實還蠻靈活的 看你想要怎麼樣的走向 那這個能量增武器增加你的大招的 累積速度 那他額外效果呢是使用大招之後呢 短時間造成傷害會增加 這適合依賴大招型的角色 再來是侵蝕 他能增加一點攻擊能力 然後呢他特殊效果是脫離戰鬥之後移動速度 提高 那這個也蠻適合打野類型的角色 要到處跑地圖的一個角色 或是前期那個沒有踏板可以讓你飛行的話 這也可以讓你快速回到戰場 下一個是救援屏障 他的特殊效果呢是使用大招之後呢 會幫你周圍 hp 最低的提供護盾 那這也是比較偏防御型的技能 坦克或輔助用都蠻不錯的 再來是得分護具 啊這邊是讓你強行貫分的一個道具哦 在進行得分的時候呢 可以獲得生命上限的護盾 那有護盾的時候得分不會被打斷 哦所以你的傷害的不夠 沒辦法打掉他的護盾 他就可以強行貫分哦 再來是易奧斯餅乾 這個餅乾呢 在你得分之後可以提升你的血量上限 哦有些可能是血量上限 可以增加些能力的角色就比較適合 那也是比較偏坦型的角色 再來是猛攻啞鈴 這就是加普通攻擊的 那得分之後就慢慢累積上去 就是疊刀啦 突擊背心 這個推力戰鬥之後呢 可以獲得一個特攻無效的護盾 哦這是人家用招式的話 你可以打哦這個還蠻好用的 在卡比獸這種坦型的 一開始就有一個這個護盾 很討厭又打不穿很麻煩 所以這個再搭配前面的餅乾呢 哦這個血量上限提升 然後這個又是看血量的趴數 然後再加上這個得分護具 這就是一個 血量型的一個組合了 最後一個是凸凸頭盔 哦你只要受到一定的傷害呢 會對周圍的寶可夢造成 血量上限的傷害 不過這個都沒有寫 到底是會收到多少血量才有效 那什麼樣的寶可夢 要裝備什麼樣的道具呢 就在於你對這個寶可夢有沒有熟悉 熟悉他的輸出手段 到底是用招式呢 還是普通攻擊呢 那招式有沒有一些爆擊率的東西啊 或是你想讓你角色不要那麼快死哦 增加一些回血量的話 其實都蠻彈性可以去搭配的啦 像我跟鬼自己搭的話呢 會用這個組合全都是特攻型的 那這個鈴鐺呢就可以增加吸血量 那就是增加他這個持久度啊 然後這個吸又會減少啊 蠻適合他的 那這些持有物的等級 滿等跟沒滿等差距到底多少呢 我稍微試一下 我這個裝備如果三個都是10級的話 特攻大概加了 呃將近40的特攻 跟完全沒有裝備的話呢 呃技能的傷害大概差了10% 如果你招式傷害原本是100的話呢 裝備這些大概可以變成110 那如果都提升到20級的話 我想大概會提升到15%到20%的一個差距哦 所以持有物呢還是蠻重要的 這個大家會慢慢的累積上去 但是你目前的等級會比較高的話呢 他還是有一定的優勢在 當然遊戲中的勝負呢 還是以操作跟隊伍的搭配 還是最重要的 好的那以上呢 就這一次的持有物的介紹啦 分享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掰掰